一開口讓人驚艷 當然小孩通通停下腳步 欣賞這美妙歌聲 綁馬尾長相清秀 儘管失去小腿 只要拿起麥克風就充滿自信 細膩聲線唱出內心的感動 這名馮姓女子被網友誉為淡水小周慧 因為她的歌聲就跟周慧的CD一模一樣 原來連唱歌都是gay 這名馮姓女子是大陸詐騙集團成員 楊姓男友在對岸操控 她自己則在台灣賣藝及管理帳戶 違法刑禁讓合法的街頭藝人無法接受 她如果沒有徵兆來這裡做 對我們很不公平 濫用人們的同情心 所以現在人有的越來越冷漠 其實有時候也是這一部分的人 詐騙集團造成 一把吉他配上動人歌聲 在人群中顯得特別亮眼 假日人潮擠爆淡水 很多街頭藝人趁這時候注點表演賺取收入 警方嚴加取締 就怕有吳兆演出者混入其中 違法獲利 檢查一下證照 然後看你今天你站的位置 是不是跟你抽籤的位置是同一個 成為街頭藝人 其實有相關程序 首先要到文化部申請執照 而且一年就要重新申請一次 接著到各縣市區公所抽籤 決定表演場地位置 才能再規定時間地點合法演出 但還是有很多人鑽法律漏洞 會議規定申請 跟警察玩你追我跑的遊戲 甚至欺騙社會大眾愛心 這樣的行為實在不應該 記者